知名记者Shams消息,灰熊队前明星空位汉将麦克康利、宋志西部季后赛队伍米切尔加戈贝尔的爵士队。 灰熊队则得到格雷森阿伦加科沃尔加克劳德和19年首轮23号签。 这比交易双方各取所需,灰熊赛季中期将球队核心、全明星中锋、小加索尔、宋志猛龙队,彻底宣布重建。 对于球队的全明星后卫康利,管理层当然也不会手软。 爵士队组建简易版三巨头成功。 不过,虽然康利加米切尔加戈贝尔同属NBA全明星级别,但是,这三人之中还没有一人能达到联盟MVP级别。 所以,相对于勇士三巨、胡人双巨来说,爵士队星光着实略显暗淡。 星光不意味着实力爵士队这句话应该感受颇深。 毕竟,爵士队的名宿马龙,曾短暂加盟胡人,组成豪华四巨头,不料,在总决赛上胡人被平民活塞击败,马龙无贯爱然退役。 所以说,康利加米切尔加戈贝尔三个全明星,虽然级别不算高,但是,胜在有攻有防,在球场上的位置还是容易协调。 此次爵士队的大幅度补强,对于季后赛老对手正在兜售几位实力球员的雷霆队来说,简直是杀人诛心。 雷霆的失忆 体育话报记者报道,雷霆尝试交易,今年的21号先和一些球员已降低薪资,避免奢侈税。 毕竟,雷霆在近两年间无视奢侈税,但却始终无法突破季后赛首轮,即是如此,无法参与争贯的雷霆所缴纳的奢侈税,已无太大意义。 雷霆队中前场篮板中锋史蒂文亚当斯,防守大闸,埃德烈罗伯森,和第六人,丹尼斯施罗德,均被摆上货架。 可是这三人如若被交易,雷霆的实力会下降到何种程度? 威斯布鲁克的好哥们,卡锋史蒂文亚当斯,是雷霆队的内线支柱,作为一名身强体壮的大中锋,亚当斯的篮板能力绝对一流。 尤其是在17-18赛季,亚当斯的实力进入到了巅峰。 想必大家有疑问,很多内线球员都能砍下更好的数据,但是为什么独独说夸赞亚当斯数据出色? 因为亚当斯的总篮板中,一直包含很多前场篮板。 亚当斯的总篮板数据,虽然不够出类拔萃,但是,在能体现篮板能力的前场篮板上,亚当斯一直是代表NBA巅峰的人物之一。 曾在一场比赛拿下12个前场篮板的亚当斯,被称为NBA中,最会抢前场篮板的球员一点不为过。 除此之外,雷霆队的亚当斯场均出战超过36分钟以上,亚当斯甚至有时甚至要打42分钟,堪称模范铁人。 但是,就19年纪后赛首轮的表现来说,场均11.8分7.2篮板1.4助攻的亚当斯做得确实不够。 而且,在更衣室中以威少争吵,我不是来专门给你擦屁股的,也加速了他被交易的速度。 在谈防守大闸安德烈·罗伯森,虽然罗伯森投篮不准,算不上顶级3D球员,但是,就罗伯森对对手封线的防守效果来说,罗伯森的进攻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。 拥有健康罗伯森的雷霆,防守端是NBA属一属二的,就拿曾经雷霆三智一勇式的西部决赛来说,罗伯森在防守端,着实做出了很大贡献。 对照罗伯森优秀的防守,罗伯森频繁的伤病休战,可能才是雷霆放弃他的关键。 毕竟,哪只球员都不想一直等待一个经常伤病的球员。 施罗德是雷霆为数不多的能进攻的球员之一。 保罗乔治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,施罗德是联盟最好的替补空位之一,但是,季后赛中的施罗德发挥, 的确不够出色,这也难怪,雷霆确实不愿意承担,相对施罗德表现来说的大合同,场均13.8分3.2篮板3.4助攻,30%的三分命中率, 作为一个被雷霆寄予厚望的球员,作为一名进攻球员,他的表现还不够优秀。 雷霆队中,在进攻端除了亚当斯时,灵时不灵的提供帮助,还有施罗德能够提供替补席的输出外,其他人更是不可靠。 对于雷霆来说,甩卖这些球员,的确能够缓解奢侈税压力,但是,他们的夺冠希望还剩几成呢。 相对于爵士队的以小博大的优秀操作,雷霆管理层确实已经勇心杀贼,无力回天了。 当然,惊吓失忆的不止雷霆一家,核心全部出走的凯尔特人,相较于雷霆来说,显然更加失落。 看着猛龙队夺冠,本来拥有大好前景的绿军,却瞬间从东部强队降为东部弱队,着实让人恶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